我認為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方法 比較接近實況是什麼 全台北每天快篩陽性總數 可能會比較接近 一天前 至少慢一天 所以我只要看每天快篩陽的數量 我大概心裡面會知道台北是嚴重度 搞不好在現階段要看整個picture最準的 恐怕是每天快篩陽的數量 所以每天快篩陽的數量 這個目前這個數據 reliable or not 因為我當時說不要 我跟何所謂講說不要再兩套系統 就單一系統 用划船那個系統 但是我不曉得那個划船有沒有time deck 這個我不曉得 市長 其實你講的沒有錯 快篩陽 PCR陽的大概八成對不對 但是快篩陰回過頭來又有PCR的 大概是1%到1.5% 所以加起來就是差不多快篩陽的數字 市長那個剛剛總理長及市長講的沒有錯 那個是我們第一手的消息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中央校正回歸他都把它畫在上面 揮一個紅帽子 我們只要把紅帽子拿掉 那個差不多就是 因為他回歸回去的是5月26號之前 所以那個是本來在 不過在那個時候之前有一些Pick 然後現在是均勻的散在後面 他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只要把那紅帽子拿掉 大概就是台北市的樣子 還是不準啦 應該他一直矯正回歸 所以那個我跟你講 因為他那個time deck 所以還是一樣啦 算了我跟你說 大概是這樣啦 我們結論是這樣 要偵測 要模擬到台北市的狀況 因為我們那個20家 還蠻分散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數字就是 快篩陽 偷偷的數目 我們每天 慢24小時都可以 慢一天 現在這樣交昨天 我這樣交不出來就算了 我們看那個數字 至少我們要對台北有個 知道說他的實際狀況怎麼樣 就大概一條 好啦 因為這樣我就很難判讀 所以有時候判讀還是很重要